美工刀一刀一刀毫不留情往背包上刮 使用防弹衣材质的包包完全刮不破 连一点痕迹都不留 主要就是现在的很多背包 后背包会被偷窃状况 它就是有防止这些功能 不只如此背包的束带 也能让你把包包随手一挂也很放心 因为束带里头有厂商研发出的强化铁丝 和一般铁丝相比 实际用铁剪去测试 剪下去强韧度马上揭晓 防盗背包不只能抵抗物理破坏 就连它的内层都可以防止歹徒 使用无线电波窃取信用卡资料 欧美国家爬手猖獗 除了趁你不注意刮破包包 现在还会用手机直接感应 窃取信用卡资料 另一家业者在包包口袋里 加装特殊晶片 号称就能保护电子资料 有忘记的时候 其实它询问度是比较高的 因为主要是欧美的地区的话 它比较有这种爬手 或者说它窃取个人资讯的一些问题 此外包包底部还有暗袋 可以藏一把雨伞必要时 还可以当作防身武器 常常带一些很贵重的东西的话 我就会愿意保护我的财产这样子 如果真的怕被刮 那就背前面就好了 一定有别的方式去防 而不是只是花钱 近年来出国旅游风气盛行 每到旅游忘记 防盗背包在网路平台询问度 和搜寻量都成长超过一倍 业者打出防盗特色抢供旅游商机 不过价位偏高 吸引客群有限 记者谢文翔 万千华台北报道